等你18了爸爸把你送去当兵去 当时孩子很高兴知道吗 但是我们就放那个部队阅兵那个 我们让孩子看 你看 或者你看他们的走动走姿什么的 但孩子非常的高兴 兄弟们啊 有没有让我们家福日山苹果的又干又脆啊 想要的就来 我一会把地址给你们发过去 好吧 兄弟们 大家好我是大树 前面的这个邦哲家里卖苹果的小男孩 就是邯郸被害案的受害者王子耀 我们简称小王 就在前几天 他被三个小恶魔给谋害了 然后这三个小魔头 还转走了他微信上的191块钱 甚至还挖了个大坑 将小王给埋了 而最为惊悚的是 小王被发现后 这个容貌竟然是面目皆非 所以事件一出 就惊吓到了所有人 那很多人就很感慨 就觉得现在的这帮小孩 怎么会如此的狠毒 他们多数人认为 这三个恶魔应当背叛 死刑而且立即执行 但是现今的法律 对小恶魔有着特殊的保护 所以有网友就根据这个事件 做了一个搞笑的段子 所以一个老太太 在马路上摔倒了 被红领巾给扶起来了 老太太不但不感谢 反而抓住红领巾说 你得赔钱 那这时红领巾突然磨变 一把抓住 老太太的脖子说 老太婆 你猜我掐死你会判多少年 这个段子看似搞笑 但实则却很符合中国的国情 而更为搞笑的是 随着警察的揭露 这个事件不但没有得到 相应的处理结果 反而却争议不断 而如今最让大家无法接受的就是 这个孩子的父亲 前脚刚进行了模拟挖坑 最终发现 仅凭两个小孩的能力 根本就挖不了那么深的洞 肯定是有帮凶的 结果后脚呢 央视就给出来辟谣了 从这个报案到现在 昨天的事件结束 只有很多证据 这个证据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这个案子肯定要办成铁案 每一个细节 咱们都要仔细的调查 仔细的取证 经咱们的技术部门勘验 这个坑深只有0.56米 也就是56厘米 所以说那个说2米多 网上说那些什么大人参与 这个都是无从谈起的 都不是熟识的 头一天这个挖过一次 然后到案发当天 又在现场又进行了挖一次 央视似乎在淡化愚情 减少民众对警察的质疑 不过文字的新闻报道 却有补充说到 这个警方初步认定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案件 甚至还强调 为了掩盖尸体 犯罪嫌疑人曾有两次在废弃的大鹏进行挖掘 根据网友的爆料 说这个大坑 其实小王自己也参与了挖掘 其中的一个犯罪人 骗小王说下面有老鼠 所以几个人才挖洞找老鼠 隔天挖完之后 就让小王下去看看洞里有没有老鼠 结果刚下去后 其中一个高个子 就拿着铁锹砸了下去 砸完之后 直接就拿铁锹在小王的脸上戳 戳完之后就开始埋土 而且在场的三个小恶魔 都有戴着白手套在做这么一件事 不过是真是假 大家可以自己猜想 那案件的当天 小王的奶奶说 孩子曾有告诉过他 要去看一个地道 网友的这个爆料 也正好就和奶奶的这个说辞对上了 2024年2月1号 王子耀突然发了一个朋友圈 天天在家里做梦 梦到自己在学校顶楼跳下来 也是非常可怕 好吧 反常的想法让王子耀的一名亲属 担心孩子的心理状况 为此 这名亲属第二天专门找到王子耀谈话 话题集中在 学习不要有太大压力 成绩好坏都没关系这一点上 亲属回忆 谈话时的王子耀表现出了放松的状态 家里人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2024年2月26号 王子耀再次发布朋友圈 不想上学了 学了什么都不会 白花钱 想退学 想和奶奶一起去卖货 爷爷说 孩子不想去学校 怎么说都不去 家里也曾怀疑过 是不是在学校受气了 当时的王子耀 什么都不肯说 悲剧发生的那天是3月10号 是个周日 下午12点50分前后 王子耀告诉奶奶 同学过来接自己玩 去看地道 那么说到这从事件的最初到现在 我其实就有两个疑问 第一就是当时在场的这三人 随先拿盾器敲打的小王 或者说随先动的手 既然现场有三个凶手 也就是意味着有三个目击证人 而且这三个恶魔都是小孩 所以要知道这个结果 其实对成年的警察来说 这个并不困难 第二 为什么小王的面目皆非 到底面部的伤口是买土钱弄的 还是后面买土是用铁锹铲铲的 这个调查结果 其实有助于帮助我们知道 这个犯罪嫌疑人是不是故意所为 可是警察如今的这般随波逐流的操作 却把整个事件变得曝朔迷离 这个警察他如果要按照正规的刑侦流程走 那很快就能出结果的 然而这帮警察却顺着人民质疑的声音走 结果案件越搞越复杂 如此看来警察的这般操作 似乎都在是打消这些传言 并没有对这个事件的本身 像警察所描述的那样 要把这个案件做成一个铁案 那么说到争议的点 其实案件的最初就有非常多争议的点 比如说小王的父母和警察 去找犯罪者的父母配合调查时 对方家长却以怕吓到自己的孩子为由 让一行人在外面敲了两个多小时的门 都没有给他开门 后来还是在村支书的协调下 对方才开门 打开门之后 嫌疑人竟然还在床上玩着游戏 再后来小王的家人及村民 就想去看看小王的遗体 但是警察却不让看 甚至还出动了特警 瞬间就把事件拉升到了另一个热度 好不容易 在舆议的影响下 小王一家人终于看到了尸体 但是在做法医鉴定的这个过程当中 警察又在为难小王这一家人 一会儿不让父母进去看解剖 一会儿又必须要让父母进去看解剖 搞到一家人不知所措 你们说今天五点我们就今天五点 你们说晚上九点我们就晚上九点 就到现在还是不给做 现在十点半了不给做 前两天说你们可以找律师记 然后现在又不让我们律师记 非得让亲爸爸或者亲妈妈 在旁边看着一刀一刀的给孩子 而正当一家人在网上直播这个事件 并讨回公道的时候 却突然遭到了抖音的封杀 我们现在从一点到现在 大家可以看时间 已经过了十个小时了 我们还是没有进去 随着舆论的压力争多 警方最终还是妥协了 让孩儿他爸全程光看了事件 没想到这三个恶魔 比想象中的更加凶悍 而且确实在我和孩子附近的 全程四个小时监督下 这个法医做了非常详细的 所有的创口 所有的创口做了记录 但是中间有发现 有的法医提示 忘了 这个这儿还有一个 这儿还有一个 那么如果我们不在 因为很劳累 很劳累 可能就会疏忽 但是孩子的父亲 以极大的勇气和极大的毅力 坚韧之心 战胜了自己 克服的困难 四个小时 全程在场 我几次反复的跟孩子附近说 我说 你要坚持不住了 你就回去 尤其是到后边开炉和 因为他是要把头皮 把孩子的头皮直接就捋上来 直接就捋上来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我怕他这个会长期琢磨 所以我就让他走 他在门口待了有几分钟 后来又是再继续进来 我能分明地感觉到孩子附近 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和巨大的愤怒 这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这是常人所无法承受的脸部 从这个位置 一直到这个位置 大概有十处刀上 顿气无的伤口 进步大概有七道 非常的恐怖 非常的残无人道 令人发指 他是不知孩子于死地 绝不停手这样的方案 事实上 中国的法律 对这些小恶魔的探觉 一直就存在争议 那就在这个事情 发酵前的一个月 还有一个同样的事件 也是备受关注的 2023年8月 一个小恶魔 把一个小姑娘 骗到了一个菜园地里 掐晕后塞入粪钢致死 而嫌疑人当时 还完全意识不到 自己做的事 有多么的可怕 该玩玩该吃吃 和当下这三个小孩 是一样的状态 然而 这个小恶魔的行凶动机 竟然是因为受害女孩 和自己的妹妹 为玩具而争吵 就因为这么一个小事 所以她才下此毒手 这个事件中的小恶魔 是12岁 和邯郸事件中的恶魔 有几分相似 那么当时这个小恶魔 只被判了6个月的心理矫正 后来就被放了 那如今小恶魔 已经正常的回到了校园里 那一切都如同没有发生过一样 实际上这些年 小恶魔犯罪的事件 时有发生 有很多案件 都因为不够热度 而没有得到社会足够的关注 而如今的法律 似乎对小恶魔作恶 也束手无策 我时常在想 假如这些小恶魔 不受法律的相应的制裁 如果有人高价利用这些小恶魔作恶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所以面对中国的这些小恶魔 我们不禁要问 是谁培养了这群恶魔 又是谁保护了这群恶魔 又是谁在给恶魔生长的条件 我全身 我们不当残忍的欺凌者 不当冷酷的旁观者 也不当沉默的受害者 我承诺 尊重他人 尊重他人 友善待人 友善待人 绝不参与欺凌 绝不参与欺凌 承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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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是大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就一定不要忘了 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 见